大家好,欢迎收看剧眼书香,我是宁希 喜欢节目,欢迎您关注我 还有您长按点赞,评论和转发也是对节目最大的支持 孟子是儒家经典著作 作者是战国中期的孟子和他的弟子万章、公孙筹等 主要记载了孟子及其弟子的政治、哲学、伦理等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 孟子名科,自子鱼,是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 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辩论 逻辑严密,尖锐机智,代表着传统散文写作的一座高峰 往事月千年,很多历史都以随风而逝 然而智慧却是可以传承的 在今天的节目里,宁希和您分享孟子经典名句 一起来感受传统智慧 成者,天之道也 私成者,人之道也 至成而不动者,为之有也 不成,未有能动者也 这句讲的是真诚 意思是真诚,诚实,诚信是天赋于人的本性 追求真诚是做人的根本准则 一个人如果做到至诚而不能使人们感动 是从未有过的事 而自己不诚实,当然就不能感动他人 完善的人格魅力,其基本点就是真诚 而真诚待人,恪守信义 更是赢得人心,产生吸引力的必要前提 带人诚信一点,守信一点,就能更多地获得他人的信赖和理解 能得到更多的支持 由此可以获得更多的成功机遇 生活中我们都想和真诚的人在一起交往 但同时不要忘记 首先,我们自己应该是一个真诚的人 事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幻眼 意思是君子思虑的是长远的大事 而不是眼前的小事 世界上值得快乐的事情很多 有人认为快乐是高官厚禄 有人认为快乐是仙衣怒马 世界上的忧患也有很多 有人为无法实现理想而痛苦 有人因为困顿不堪而忧伤悲戚 在君子看来,这些都是世俗的快乐 就像一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 那么什么才是永恒的快乐呢? 孟子认为,真正的快乐是以亲情为乐 以心安理得为乐 以传播文化为乐 这些快乐都是来自于内心的自我追求和完善 而功名利路那样的快乐属于外部世俗的追求 在孟子看来,这些都是充满偶然性的 即使你滋滋以求,你也未必能够得到 所以我们可以去追求以道德的自我实现 心灵的宁静无扰为最大的快乐 这样的快乐最纯粹,也最真实 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这句的意思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只有放弃一些事,才能在别的事情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也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只有知道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才能走得更远,有所作为 想要面面俱到,结果只能是面面俱失 事无巨细,事必公轻,最后只会碌碌无为 拳,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 拳的意思是称量,度的意思是度量 孟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讲 只有用称,称一称,才知道轻重 只有用尺量一量,才能知道长短 凡事自己经历了,才能有更深的体会 处理一件事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任何时候都不要着急下结论去否定别人 先调查,再表态,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宋代大文豪苏氏也在《时中山记》中写道 事不目见耳闻,而意断其有无,可忽 就是说凡事不亲眼看见,不亲耳听见 就凭主观异想来断定他的有无 这样做怎么行呢? 得道者多注,失道者寡注 出自孟子,公孙丑下 意思是站在正义的方面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和帮助 相反,做事违背道义则必然限于孤立 经历世事后才明白 那些有道德原则的人会被更多人爱戴 以利福人者,非心福也,利不善也 以德福人者,忠心悦而成福也 出自孟子,公孙丑上 意思是以武力,地位等来压服别人 别人不会真正的心福 而是因为力量不足,抵抗不住而已 如果以礼福人,以恩德福人 那么别人的心中能够赞同和理解 才会真心实意地接受,心福口福 人心不可期,要以诚相待 诚语心悦成福,就是来源于这里 净性书则不如无书 意思是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这本书 强调善于独立思考的重要性 尚书是儒家经典著作,尤其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比较有权威性的 可是即使是这样,孟子也能够保持独立思考,敢于怀疑 这种精神实在是很难能可贵的 也体现出了圣贤人物做学问的严谨精神和大师风范 兼听则明,偏性则暗 不迷信权威,勇于独立思考 才能够明白地看待这个世界 虽千万人,无王矣 出自孟子,公孙丑尚 意思是虽然有千辛万苦,千难万足 哪怕我只是迎虫之光 我也依然在所不辞,初心不改,勇往直前 这句话提示我们一个道理 那就是我们在做事情之前,可以先问问自己 这样做对不对 如果所做的事情是对的 那么即使再多的人反对 我们也可以一往无前 虽千万人,无王矣 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这里是志愿书香 喜欢节目,欢迎您点击关注 还有您点赞,评论和转发也是对节目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会